好 回到小報現場 我們來關心一下今天的盤前解析 來關注到今天的台股跟國際股市 該怎麼來掌握呢 今天國際重點焦點部分 帶大家來關注是在美中雙方的關係 現階段在八月十五號傳出 要在最新一波的貿易談判 不過這次只是視訊 可能就是在形式上有一些作為 但到底內容跟相關的後續 怎麼來做觀察呢 還有在今天進程收盤的美股 怎麼來做掌握 節目上先請到專家 請到是財政專溫韋傑 韋傑早安 十番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主持人我們持續來關注到 美國現在經濟體越來越差 不過美國現在針對中國大陸 他持續有很多動作 現在說八月十五號 要再度進行貿易談判 但這一場說是視訊的談判 那很多人當中就會特別講到了 這一次可能針對了相關最近的議題 會來做討論 這一次的貿易談判 怎麼來做掌握 好 其實這一次不算是貿易談判 這一次就是針對一月底的這個貿易協議 去進行審視 所以它這審議的過程 不是談判 就是說第一階段的這個貿易協定 簽了之後 你到這個今年已經過了一半了 那你中國大陸 對於我們之間的這個貿易的協議 執行的狀況如何 來進行一個審視 所以它是一個審議的過程 那不是一個談判 但是在審議的過程當中 也非常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們還是從新聞面的重點 我們用幾張圖卡告訴大家 現在目前中美之間 針對第一階段的這個貿易協議 它到底彼此之間他們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後續呢 如果沒有辦法完成會怎麼辦 那甚至呢 還是說中國在這一次的這個貿易談判當中 其實在一月底達成協議之後 是非常非常的有誠意要達成目標 只是呢剛剛好這個第一季底然後到第二季的時候到目前為止都還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導致於進度遲緩 那到底他們是怎麼樣去做認定 那八月十五號就變成是一個重點 但等一下新聞面我們告訴大家 目前到底中國的執行進度為何 好這是在雙方接下來八月十五號的關鍵重點 不過今天金城雙盤美股持續往上攻 在美股的細節部分我直接帶大家來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在道瓊工會指數的部分 那它已經又持續的往上攻高 那這個符合我們過去跟大家講的這個技術分析的一個預期 也就是說它在月線這邊盤越久越危險 所以它趕快往上攻 那它現在呢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它的量不夠 量不夠 那如果說真的量不夠 其實過高之後也很容易做拉回 所以美國股市到目前為止 它結構面還是非常的不健康 另外呢在NASDA指數 NASDA指數呢 又來到了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點 所以其實在科技類股的表現可見一般 非常的強勁 所以呢在這裡 在前四天的這個交易日當中 有出現了一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那這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就會變成是短線NASDA指數 一個非常重要的強弱觀察重點 那不能夠封閉 只要一旦封閉 那這個假突破破月線的機會就非常的高了 好那另外呢在廢人半導體指數呢 甚至呢有預估說 其實在接下來的發展狀況 可能市場上對於半導體的估值 都太過樂觀 各位知道 一般來說我們的股價 就是說它的股價指數 大概是預估怎樣 預估半年喔 大概只有預估半年的一個 這個估值的狀態 可是現在不管是美國股市也好的 這個稻窮 NASDA或者是在廢人半導體指數 它都已經反映到了三年左右的估值 也就是說他們把中間喔 這一段損失復原的狀況 直接切掉拿開 我直接呢就直接看什麼 三年後這個產業的成長 不管是在半導體也好 還是在美國的科技股市 科技類股也好 都是這樣喔 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從今年明年以後 甚至到三年後 大概多少2023年 才有辦法看到這個估值的實現 可是呢 在這中間這兩年的時間 如果一旦公佈出來不好 那會不會造成它是 出現所謂的這個利多出境的狀態 所以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在後續估值的發展 已經出現了這個膨脹 甚至泡沫的一個狀態 只是在等什麼時候破而已喔 另外在結構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其實昨天你看到 全值股全部都在漲 包括微軟 蘋果 然後Google 臉書 然後亞馬遜沒什麼漲對不對 昨天我們看到亞馬遜是比較強嘛 對不對 就是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跟大家講 那Netflix也反彈 然後NVIDIA也沒什麼動了 沒什麼動 那所以你看到這五檔都在漲 所以呢指數往上攻 而且漲的幅度大 可是你看其他的 其他的490檔就是漲跌互件 漲跌互件量量抵銷 所以在漲什麼 漲科技股 這個結構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 好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幫大家帶了什麼 黃金跟白銀的報告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告訴大家 貴金屬不是避險資產 我用這張圖來比較你就知道 上面這是NAS的指數 再來是標普 黃金 然後最下面是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它不是價格 但你把它倒過來看 最下面的這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你把它倒過來看 就是債券價格 所以債券價格也是在創高 在創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NAS的指數這個是起跌點 3月份的起跌點 這個2月份起跌點 2月份起跌點 2月份起跌點 都一樣的位置 這個2月份起跌點 那你各位看一下 在NAS的指數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越過了 好 越過就多了這一段 好 那標普呢 平盤 還沒越過 對不對 黃金呢 你各位看 對過去 是不是多了好大一段出來 多了好大一段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幅度 黃金的幅度 其實漲幅是碾壓 NAS的指數 那10年債的部分 也是一樣 它也是跟這個高點一樣 對過去 它也是在價格的部分創高 所以股市 黃金 債券 全部都在歷史相對高位階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為什麼你會說黃金是避險 沒有 它沒有避險的效果 為什麼你會想債券是避險 沒有 它不是避險 因為照理來說 股市跟黃金 股市跟債券是反向關係 股市在漲 債券會跌 股市在漲 黃金會跌 可是你看到三個都是同時在往上漲 好 那另外最近的鋼拉克 這個針對於十年期的債券價格 進入到負利率 這個已經最新了 十年期公債的實質利率已經進入到負利率 為什麼後面最近這一個禮拜 黃金的漲數會加快 因為十年期的債券已經正式的進入到 實質負利率的一個水準 所以會造成黃金的上漲的速度加快 但是他擔心 鋼拉克擔心 現在目前美國的債券市場的波動率 創下了新低 那波動率創下新低代表怎樣 它不太波動 但是一旦未來 這個是波動率創新低 其實看的是整個金融市場未來的風險 波動率創新低代表未來的全部的金融市場的風險 是震盪會越來越激烈 所以呢 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這種下跌可能你會常常看到 這種下跌你會常常看到 這種下跌你會常常看到 這種利率的反彈你會常常看到 這個是鋼拉克在擔心的事情 因為他沒辦法定價 你失去了過去金融商品之前 原有的慣性跟屬性的時候 你現在市場上沒辦法定價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市場上錢很多 然後所有的資產價格都在漲 可是你沒辦法定價 沒辦法做定毛的時候 你在操作上會有風險 只要一旦有人掀開那第一箱 其他的全部都會拖累 那是從股票開始 從黃金開始還是從債券 不知道 那現在鋼拉克從債券市場看到了 未來在美國股市貴金屬 或者是在債市的一個風險 那先提醒給大家接下來的這個下半 也就是說進入到夏天以後 美國的金融市場 他的震盪的行情可能會越來越激烈 大家在操作的時候要特別留意風險 好 所以這是在相關的美國的部分來說 不過講到了美中關係之間 我們來看到在經營新聞面的層面 第一個當中來針對這一波 美中雙方最近在這個網路世界有持續在有更多的談判空間 這包括電信網路的部分 那8月15號這一波的相關的協議當中 後續怎麼來做觀察 我記得大家來關注一下細節 雙方就哪些的部分會有所解決 好 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美國他祭出了很多的行動 在圍堵這個所謂的這個中國企業 你可以看到包含像是這個所謂的進網行動 那進網行動就是包含電信商APP Store 然後應用程式 然後包含像是雲端的部分 然後電纜也是一樣 那祭出這五個方向 把所有跟中國有關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退出美國市場 那這個其實被視為是一個 對中國非常敵意的一個動作 那對中國敵意的動作一直來 那代表其實川普的選情越來越緊張 那其實過去曾經有人說 就是說川普跟中國大陸已經談好 就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幫助他 在這一次的選舉 那這一次的選舉 中國大陸要怎麼幫他 我們來看 就是從第一階段的 中美貿易協議開始 我們看下一張 那中美貿易協議的承諾是什麼 結論就是承諾兩年 2020年到2021年 中國向美國的這個金額是2000億 進口是2000億 那分兩年實施嘛 那這個是今年的一個執行狀態 紅色虛線的部分呢 是這個協議內容的部分 這個是中國進口 是達到1727億 1727億這是紅色線 這個是進口的部分 進口的部分 那藍色線是美國要出口 那美國要出口是1427億 虛線的部分是承諾的部分 就是協議的內容寫好的 那實體線的部分 就是現在執行的狀況 到六月份為止 中國只進口了多少 只進口了402億的美國商品 協議的內容的商品 那美國只出口了 三十三百三十一億的商品出去而已 所以其實你看六月份我原本要採購到這邊 全部要進口到這邊 可是遠遠的落後 那當然你說這中間疫情影響 所以怎麼樣 進出口邊境管制等等影響落後 OK 那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疫情都還在發生 那難道你就不完成嗎 你就不達成嗎 好那今年沒達成 那明年達成 那如果明年要把這個落後的部分全部補上 各位採購力道會不會增加 有可能嘛 那但是川普等不到明年了 他今年就很危險 所以在今年底 在十一月之前 至少要看到中國快速的把這個進口量給補上 要把進口量給補上 川普才有一點點的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分項 這個是分別是農業 然後製造業 然後跟能源 跟其他項 那最主要是在農業跟製造業的進口 那還有另外能源的部分 你看到能源的部分是遠遠的落後 虛線的部分都是承諾的金額 但是到目前為止執行的狀態都是遠遠落後 包含像是在製造業的相關的商品的部分 遠遠的落後 進度在這邊 遠遠的落後 包含像是在農產品的採購 也都是遠遠的落後 各位農產品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農產品只要一旦 沒有辦法能夠順利的達成貿易協議 川普今年是不會上 為什麼 因為川普的票倉都在農業州 農業州或是鐵鏽帶 所以你看這兩個到目前的達成狀況 你就知道為什麼川普的票倉 流失的情況這麼的嚴重 因為這個是鐵鏽帶 這是製造業 這個是農業州 是這樣子 另外你看到光是在美國出口的部分 也是一樣遠遠的落後 不管是在農業 製造業的相關商品 或者是在能源的部分 能源就是以石油為主 就是以石油為主 你看到其實都是遠遠的落後 所以在接下來到10月10月底之前 會不會看到美國針對於這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去把這個進度補上 就把進度補上 如果進度補不上 那川普就不用玩了 所以為什麼過去呢 市場上曾經有一說就是說 川普有沒有要上 要看中國的臉色 原因就是因為貿易協定 本來這個貿易協議執行得好好的 偏偏就是疫情來攪局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在今年川普的選情是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也說過 當川普選情是非常告急的時候 拜登只要一旦勝選 對於美股的未來是一大的打擊 這個是後續大家可以持續留意的地方 好的確在今年的這個選舉當中 現階段也有很多的雜音 現在傳出來了 到底誰勝誰負 可能到11月這個部分來說 會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不過講到現在進入到8月初 但是很多7月份的這個營收財報 都在陸續公佈當中 除了國內之外 來關注到像是在國外的部分 任天堂在這個7月份的獲利 也是相當不錯 那當然遊戲的部分 在暑假期間本來就代望上來 搭破這一波剛好疫情來的宅經濟 任天堂的獲利持續 如果往上看好的話 在相關對應到 在七八月當中 可能台灣的一些暑假的遊戲 相關個股 或者相關遊戲類的這些個股 能不能夠往上推測 我現在怎麼看 好 其實我們幫這個任天堂的財報 做一個簡單的重點整理 第一個就是今年賣這個switch 今年要賣一千九百萬台的 這個銷售數字跟目標 是沒有改變 那第二件事情是彭博 過去我們在節目當中有講過 因為彭博說 今年因為switch賣得太好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二波又來 switch賣得太好 所以到年底之前 他有可能會從一千九百萬台增加 到兩千五百萬台的銷售數字 哇 那這個數字一出來 很多的這個相關的概念股 他們的股價 對 都非常的驚人 那另外就是任天堂本身這間公司 光光是靠這個switch的銷售 他營收是出現了翻倍的一個狀況 現在目前的營收跟去年比較翻倍 然後營業利益是出現了四倍的成長 所以光光是一台遊戲機就這麼驚人 另外這樣子的一個銷售氣勢會持續到年底 總共這四個重點 那當然我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在國內的部分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國內的一些相關的供應鏈 二三五四的這個紅唇 我們把時間稍微拉長一點點 你看到紅唇其實好像也沒有受到這個switch的拉貨潮 有一點影響 它還是一樣比較偏弱 因為畢竟紅唇 你說你問人家紅唇 你知道紅唇在做什麼 我知道他做機殼 那它是什麼供應鏈 蘋果 哇 那它就是掛在蘋果底下 它不是在switch 哇 這個大家真的是很冤枉了 好 那另外在二三一七的紅海 二三一七的紅海也是啊 你看 你問人家紅海 它是什麼供應鏈 蘋果 哇 它其實也是做switch 你不知道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稍微畫面放大一點點了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紅海跟紅唇的股價 基本上都比較偏弱勢 那昨天稍微上漲了一點點 就是我們昨天節目當中講 紅海的營收在七月份的時候 突破了四千億 重回到這個關卡之上 所以有些利多 可是呢 外資有沒有捧場 外資沒有捧場 然後它的股價呢 還是在黏線以下 月季線之下 偏空方表現 另外呢 在三二二七的原相 原相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哦 月線有在下彎 而且昨天的股價是出現了上引線 代表月線的反壓還蠻大的 那如果你說要把它衝破這個高點 各位這個成交量 就要開始慢慢放大 可是你看外資 在這邊是持續在進行調節 所以呢 你看到任天堂的利多在實現的時候 外資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利多實現的動作 就是說他們把利多換成鈔票放進口袋 另外二三三七的望虹 這個也是市場上比較關注的重點 看到望虹更慘 跟虹海跟虹準的線型是一樣 走長期空頭 然後呢 外資在賣 你各位看到在這邊 外資一直都在賣 那最後一檔 我們看4968的利基 4968利基 它倒是股價維持的還算不錯 但是你看到籌碼面的部分 也有些鬆動 那在這邊呢 前波高點是不能夠跌破 也就是在月線的位置 是不能跌破站不上 最後一檔 二三七九的銳玉 也是一樣 最近是比較強 最近是比較強銳玉 二三七九 銳玉是比較強 可是呢 它在漲的部分呢 反而是另外的 比如說是Wi-Fi 6 它不是在漲Switch 就IC設計晶片 它在漲 不是在漲Switch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外資的回補買盤 讓它往上拉伸 所以其實在銳玉 反而是比較強 但是它也不是Switch 但是你是真正生產Switch的 它股價都很爛 所以其實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在宅經濟火熱的過程當中 不要盲目的去追尋 這些供應鏈 你一定要分清楚 它到底有沒有實質的貢獻 跟股價的影響 是 很多股票在七月初創高之後 目前都在往下走的 好 不過來看它在景氣部分 這個台塑四寶 因為台塑四寶上來都是 這個攸關於景氣的一個領頭壓 沒錯 那現階段他說 他終於擺脫股底了 七月份營收 連二升 接下來對於下半年的景氣提升來說 這個台塑四寶會不會說帶來一些 比較利多的正向的消解 好 我想其實這兩天 油價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他已經突破了兩個月的整理平台 持續的往上攻高 那這個攻高其實是建立在原油 有一點點短線上利空的一個情況 什麼利空呢 就是現在大家OPEC成員國在考慮什麼 在考慮說我的油要不要增產 要不然如果萬一未來市場需求增加 我又賺不到 然後也占不到市占率怎麼辦 所以我在考慮要不要增產 就在這樣子增產的環境之下 油價還是持續的往上攻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他國內相關的 這些台塑四寶的營收 也開始慢慢的有回溫 不過跟去年比起來還是大幅度的衰退 大幅度衰退 只是說在月的部分 稍微慢慢有一點點起色 那其中我個人認為跟油價最相關 你要看台塑化 你要看台塑化 因為他畢竟他是跟油價的反應 是有直接相關 那只要台塑化的這間公司 他的營收接下來都沒有再創低 月增率可以持續往上提升 那基本上對於台塑四寶的營運來說 很有可能會在明年景氣 稍微回溫復出的行情當中 引動客戶回補庫存的一個狀況 然後造成他產品報價上揚 然後造成他的股價 也有一些些谷底反彈的一個現象 那後續有沒有能夠從反彈走到回升 那再慢慢觀察OPEC對於油價 到底他是怎麼樣的想法 以及他對於未來的需求 有沒有必要去做增產的動作 最後關鍵來看到這一波都沒動的被動元件 現在說七月營收也不錯 但是他其實現在是蠻落後的 在這個被動雙雄怎麼看 其實被動雙雄當中這個華新科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這個國劇 他是因為病了這個積美之後 他營收暴增 所以其實要看一下今天 在這樣子的一個利多環境的表現之下 有沒有辦法能夠把這些被動元件的 主要的大公司 股價能夠稍微往上抬一點點 否則他已經遠遠落後大盤太多 如果他真的跟不上 那未來就算是有再大的基本面的利多 都沒辦法推升代表其實下半年相關的這個 智慧型手機或者是消費型電子的產業 是確定一定會走路到衰退當中 好那最後的關盤重點 我已經帶大家來關注一下 好今天的關盤重點看最後一個 因為外資最近他的買盤 是集中的在賣出金融股 而且賣出的幅度很大 所以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在金融股已經沒有辦法支撐 住臺北股市的情形之下 電子股獨牆可能會造成結構失衡的危機 好 好